1966年7月22日 中央办公厅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 中央办公厅为杨尚昆把持了20年 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 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 杨尚昆被关押审查近9年 到1980年10月23日 中央办公厅下发通知 又将文革中强加给杨尚昆的一切罪名 统统认定为不实之词 杨尚昆被打倒 真正的原因 也不是什么窃天气之内的事 而是因为他跟毛的政敌 刘少奇等人走得比较近